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电影里日本军官被称为太军 这个名词 是从戊府大将军的称谓演变而来的 千古伤心旧事 一场谈笑春风 长篇断解 既英雄 总为公民引动 个个轰轰烈烈 人人牢牢冲冲 荣华富贵 转头空 恰是难科 疑闷 一首长词念罢 说一段日本近代史 前半部分也叫明治维新录 日本的近代史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史称江户时代 国家的统治机关称为幕府 什么叫幕府呢 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将军府 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 都是开府大将军 将军府集中了行政、外交、军事大权 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 开创江户幕府的大将军 名叫德川家康 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德川家康为日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律系统 文官要遵循公家及近宗诸法度 简称公家诸法度 近宗指的是日本天皇皇室 你看这个法律要把天皇都管起来 五官要遵循五家诸法度 出家的和尚要遵循寺院诸法度 这套法律系统给日本带来了260年的和平 每个人都按照法律干自己的事 尽自己的责 不要做出越轨的事 首先是天皇 当时天皇不是人 而是神 负责祭祀和祈祷 日本社会都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二战战败以后 才发出一个叫天皇人间宣言 也就是说天皇是人 而不是想象中的神 当时天皇就是作为神一样供起来的 现在我们听起来也感觉好像是非常可笑 分间迷信 祈祷和祭祀是当时国家头等重要的仪式 中国其实也一样 北京的天坛、地坛都是皇帝 拜祭天帝的神圣的地方 文官日语中称为公家 他们干什么呢? 是负责研究学问 主要研究的是汉学和儒学 日本近代以前完全遵循的是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 教育人类需要有社会秩序 不能像猴子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就无法无天了 如果没有文官、研究、伦理和学问 大家都认为 日本将回到猴子抓兔子的这种原始时代 所以文官在江户时代 社会地位是极其高的 仅次于天皇 接下来是五官 日军也称五家 负责维护国家的治安 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动 就要受到处罚 执行判决和处罚的也是五家 所以天皇和文官 名义上是等级在五官之上 但实际上 幕府的大将军 才是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和最高法院的法官 实权在于幕府 江户时代的幕府 他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罢免任何一个文官 包括最高职位的官牌 这个文官他不是官位在大将军之上吗 名义上虽然如此 但是将军府他有实权 你文官不听话的话 弄几个小流氓来骚扰一下 半夜到你家里来发麻火 这个谁都受不了 所以文官事实上是受幕府摆布的 江户幕府初期 幕府甚至可以做到让天皇退位 还换一个天皇 当然大将军自己不会这么做 他会怂恿所有的文官 怜悯要求天皇退位 如果这样的话 天皇也没办法 历史上的后阳城天皇 就等同于被德川家匡 逼迫所退位 幕府就是有这么大的权力 在江户时期 外国使者直接把幕府大将军 称为日本的国王 King of Japan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有很多中国的汉奸 看到日本的军官就叫太军 太军这个名词 实际上就是从幕府大将军的称谓演变而来的 日本幕府大将军虽然事实上是最高的权力掌握者 但是将军这个称谓和中文里的将军是不同的 也不是英文里的 General 当时外国使臣直接把将军称为 King of Japan 但是幕府将军觉得不合适 因为毕竟有个天皇在哪里 那应该叫什么呢 于是就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大军 大小的大 这个君主的君 后来到了中国 因为大军这个日语单词的发音 和中文里的太军 几乎是相同的发音 而太军更接近于中文的发音 于是中文里就把日本将军的这个大军 改成了太军这两个孩子 太军就是将军的意思 因为这种叫法流传在清华战争 所以成了贬义子 幕府的大将军虽然官位在文官之下 但掌握的实权大大超过了文官 乃至凌驾于天皇之上 这种畸形的架构 直接影响了日本民治维新运动的发展 这个以后慢慢的进一步深入讲解 德川家康开创了江户时代后 日本社会是国泰民哀 两百多年里没有大规模的内战 也没有外族侵入 更没有主动对外发动战争 但是到了19世纪 渐渐问题出现了 统治阶级生活糜烂 国家财政空虚 贪官物力是遍地全国 各种空间砸碎 压得老百姓森林涂炭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发生了日本受到欧美列强侵略的标志性事件 叫做斐屯号事件 早在1808年 一艘叫做斐屯号的英国军舰 挂着荷兰国旗 开入了日本的长旗港 江户时代 日本除了清朝和朝鲜 只允许与荷兰做贸易 如果再加上是暗中贸易 还有一个琉球 长旗是唯一的通商港口 匪囤号冒充荷兰的商船进入长旗港 你不挂荷兰中国或者是朝鲜的国旗的话 这个炮台就直接向你开炮了 英国在两百年前就开始做这种偷挂别人国旗的 这种下流式的那个时代的欧美列强 其实都是非常下流 匪囤号进入长旗港后 突然把国旗改成了英国国旗 并向荷兰商馆开炮轰击 这个商馆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大使馆 英军扣押了荷兰商馆的人质 向日本强行索要补给 包括食物和淡水军舰用的燃料等等 长旗最高的执政官称为长旗凤行 这个凤行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官民 取自于奋命而行的意思 凤行直接受命于分建主执行公权力 他的权力非常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争纷 长旗凤行屈辱的 向英军交纳了大量的补给品 换回了人质 这就是匪囤号事件 当时欧洲处于大航海时代 为了争夺全球的海上霸权 英国在世界各地攻打荷兰的船只 日本就是因此吃了挂牢 并软弱地向侵略者低了头 所以后来中国的毛爷爷曾经说 绝不能向帝国主义低头 并指责蒋介石不抗日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毛爷爷的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下 形成的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左倾思想 匪囤号事件后 英国是变本加厉 经常非法在日本的沿海登陆 上岸掠夺老百姓的粮食物资 幕府第十一任大将军德川佳琪 仍无可能 在1818年下达了异国船扫头令 命令加强海防防御 除了正常贸易的清朝朝鲜 荷兰的商船外 不允许任何外国船只靠近日本海岸 这条命令一出可要了命了 我们经常说小日本小日本 你别看这个日本面积不大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中 若论国土面积 日本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中 排名在第六十一位 但因为它是一个岛国海洋国家 日本的海岸线长度 如果按世界排名的话 它可以排到第五位 或者是第六位 海岸线因为根据测量方式不同 它的误差是非常大的 这么长的海岸线你怎么防啊 德川佳琪下定在沿海各地建造炮台 这么一来 海防的军事费用直线上涨 导致了幕府的财政危机 政治的腐败带来天边地义 听上去有点迷信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迷信 所谓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灾 1830年首都京都发生了大地震 无数房屋倒塌 1831年电川泛滥 沿河大量百姓家破人亡 电川是日本的一条大河 覆盖了京都和大阪的广大地区 1833年全国性洪水和恶劣气候 造成农作物的收成 只有往年的四成 史称天堡大饥荒 这个天堡是当时 第120代笑人天皇的年号 这场规模空前的饥荒 维持了整整五年 全国饿死了150万人 当时日本的总人口是3000万 饿死了大约5% 尤其是东北的秋田藩 这个灾情极其严重 饿死了八万人 占整个秋田藩人口的四分之一 有诗探曰 田魂 池沟 稻腐坏 村村拱手 子空哀 连虽君子 胜无情 出水红颜 一笑开 这个长期的洪水啊 是田里的稻子都腐烂了 农民一无所得 只能望空叹息 都说池子里的这个莲花 是正人君子啊 但是就连这个正人君子 现在都无情道的 想的只是如何展开 那朵美丽的荷花 这个池宗之莲呢 实际上就是暗喻幕府的大将军 以前讲日本武士的影片里面讲过 武士是为人的楷模 本应该是爱民如子 而当时社会的日本武士 是生火迷烂 幕府大将军德川佳琪 天天就泡在这个女人堆里 根本不管老百姓的鸡宝 所以这就叫做出水红颜一笑开 这个德川佳琪啊 荒饮到什么程度啊 每天召集妻妾和侍女 四十多个人 天天打群战啊 group battle 天天都是如此啊 四十个女人在床上开party 她身体也真扛得重 德川佳琪一共生了五十三个孩子 她还炫耀自己的生育能力 有多么的强 哪个大名 这个大名呢 就是诸侯的意思 哪个大名如果没有子嗣 她就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当养子 德川佳琪一共送出去十四个儿子 给别的最后当了养子 幕府成了养子介绍所了 所谓上梁不振下梁歪啊 大将军都这么腐败 地方的官员更是不用说了 因为饥荒老百姓没有粮食吃 开始卖儿卖女 而贪官屋敌 造成是搜刮民脂民膏 他搜刮了这么多钱呢 干什么用呢 首先是行贿 为了自己下一步升官发财 而奠定基础 专制社会啊都是这样的 那些官吏啊 因为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他是由上级指派的 所以必定产生这个行贿 这是制度的问题 古今中外都是一样 终于在1837年爆发了大研平巴郎领导的农民起义 虽然起义仅仅一天就被平定了 但是这次起义打开了日本平民 反分界、反专制斗争的历史 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啊 经常把日本的民智维新 和中国的戊虚变法或洋务运动作对比 为什么日本的民智维新就这么成功 而戊虚变法就失败呢? 区别究竟在哪里?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非常明了 洋务运动也好 百日维新也好 它是在分建专制体制下实施的 也就是在独裁体制下实施的 所以无论你怎么变法 总有一个紧箍咒啊 紧紧的套在你的脑袋上 这个紧箍咒是什么呢? 就是当权者都有一个命门 这个命门是至高无上的 所有人都不能去碰 慈禧太后的命门 你敢去碰吗? 戊虚变法想架空慈禧太后 结果不但戊虚欺君子被斩首 连光绪皇帝都被软禁 之后的慈禧太后呢 也实施了一系列的变法 慈禧的内容 我们查历史书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戊虚变法想做的教育改革和军事改革等等 所以慈禧太后并不是否定戊虚变法的内容 而是因为她的统治地位 这个命门被人触碰了 到了现代 邓爷爷的命门 你敢去碰吗? 当年学生提出很多建议是正确的 后来邓爷爷实施的改革开放 不都是学生们想做的事吗? 但是你不能去动摇造势王朝的这个统治地位 这个就是命门 不管是你有意还是无心 只要戳了命门 不惜开出坦克 发动一场血案 也要给你镇压下去 不管你的热情 你的意见是对的还是错的 当代庆分帝的命门 你敢去碰吗? 颠覆国家正情罪啊 啪一顶帽子扣在你的头上 万劫不得复生啊 这个专治社会的命门 是千万不能去碰的 而民主维新为什么能成功呢? 民主维新和中国历代变法的区别 就是它在实施改革前 先推放了分建社会的专治制度 把这个紧箍咒给摘掉了 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 只能说是相对民主啊 日本当时民主维新以后 走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到十万八千里 在相对的民主环境里 实施了民主维新这一场改革 所以日本渐渐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而后来变成军国主义呢 那是时代造成的副作用 并不能因为后来变成了军事主义 而全盘否认这个民主维新 这个呢以后还会讲到 闲言扫续回到1837年 大言平巴郎的起义被镇压后 64岁的幕府大将军德川佳琪 感到身心焦脆 每天和40个女人滚藏蛋啊 一再吃死的身体也扛不住 于是大将军的位置 浪给了45岁的儿子德川佳琴 他就是江户幕府第12任大将军 新官三人三把火 德川佳琴想彻底改革 被他父亲弄得乌烟瘴气的朝政 他启用水眼中邦为首席老宗 庆刑幕府改则 老宗是幕府的最高权力执行官 相当于现在共和国的这个中央常委委员 这次改革呢就称为天保改革 我们来看看他的内容 政治改革全面更替幕府官僚 撤换大量的这个贪官物力 经济改革废除垄断市场资源的 这个产业联盟开放市场的自由买卖 城市改革禁止无业游民进入城市 强制把这些无业游民呢赶回农村 让他们种田以保障农业收成 第四分计改革 提倡全国勤俭节约 禁止百姓搞娱乐活动 包括这个唱歌看戏 禁止出版娱乐性的刊物 和后来的明治维新不同 天保改革是分界专制体制下的一次改革 所以他的所有措施都是强制性的 你看禁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低端人口强行的从城市赶回农村去 禁止这个禁止那个 天保改革给民众戴上了无形的镣铐 整个社会不但没有恢复生机 反而更加失去了活力 显得一片死气沉沉 改革失败后 德川家庆罢免了水野中邦 封建社会领导一句话 你的乌纱帽就掉了 所以这个封建社会的官员 他不怕刁民造反 就怕得罪领导 德川家庆破格提拔25岁的阿布正宏 为首席老宗 年轻人有理想有活力 设想通过阿布正宏 来挽回这个风雨缥缈的封建统治 但是到了1840年 西方帝国主义的一声炮响 把隔壁的老大哥清朝 是打得丢盔弃甲 签订了上全路国的不平等条约 清朝的败战 让日本这个小弟弟 吓得是魂飞胆烈 这正是隔岸观火他能是 吐死湖碑有谁脸 内忧外患的日本将何去何从 下回再演